大家好,我是梅门李凤山 今天咱们来研究什么是贪呢,贪心的贪 有人问我,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贪 但是我告诉他,我们人是不可以贪的 也不是不贪的,而是要看你贪在什么地方 就像我们常常跟学生讲,什么是戒 这个戒就是戒律 什么是截,这个截就是截制 什么是截,截就是化截 反过来说,截不如截,截不如截 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就整个就活开了 也可以活学活用了 什么是截呢,截就是截意,化截 只要通了,什么事情就解决了 如果不通,早晚还是要出问题 所以我们命令一个人做事 倒不如教育一个人做事 教育好了,他永远是规规矩矩 不会出问题 可是如果只是一个命令 当这个命令失利的时候 也就没有办法坚守命令 这个人常常会改变 这就是会出问题的原因 咱们讲贪 贪,有往外贪,还有往内贪 当我们虚心的时候 拼命的反求诸己 就是内贪 但是如果粗心大意 拼命的往外发展 就是往外贪 有本事 我们就要往内贪 而不要往外贪 等到自己的内在充满的时候 自己该怎么做 需要什么 要多少 心里比谁都明白 该有的也自然会有 也不需要特别的外求 自然就能得 这个贪呢 还有一个就是往上贪 还有往下贪 所谓的尊卑观呢 天尊地卑 上尊下卑 这就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如果我们体认不到这一点 这个世界就乱了 想想看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都处在贝的领域 这个世界都是尊 如果大家都想当尊 那这个世界都是贝了 回过头来看我们个人 一个始终想当尊的人 显现不出来什么是尊 一个真正懂得贝的人 反而能够显现出他的尊 这个里面学问很大 值得大家去深思啊 各位说对不对啊 好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